6月3号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 高道提出要香港左派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 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哎 风向变了啊 6月6号毛泽东在接近外宾的时候提了一嘴 暗示在香港问题上我们要强硬 而根据吴迪州的笔记里面记载 当天就在6月6号 周朗莱在对香港方面做指示的时候 就放了几句狠狠的话 说要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 这个你不要听起来文多多的 就是我们要犯法嘛 这个斗争也不能被法律顺服了手脚 周朗莱还说 要做好香港成为死港的准备 死港 另外这个时候同一时间 广州军区的陆海空司令员都被召到北京 要商量准备对香港采取军事行动了 那么奇怪前面好好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共尤其是老毛 突然要对香港动手呢 这个其实讲起来是老毛的一个战略误判 老毛其实是有很多战略误判 那么这个也是它其中之一 其实不是老毛了 全世界都误判了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中东局势是很紧张的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是剑拔弩张 而以色列这个兵力在纸面上看 跟像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这几个阿拉伯国家 盟国合起来是没法比的呀 一个小蚂蚁嘛 更何况对方那边还有苏联撑腰呢 打起来就算能顶住也一定是苦战嘛 到时候美国肯定有的忙了 那就没空来顾亚洲了嘛 这个时候去打香港拿下来就容易多了嘛 所以呢老毛就做了个决定啊 而且呢这个善于揣摩上意的周恩来呢 也就紧握密鼓的开始布置起来了 结果 人算不如天算 6月5号 以色列倾全国的兵力 对阿拉伯盟军展开了突袭 乒乓五四一顿打 5号开始的 到10号全面胜利 打完收工了 这个战争呢 就叫第三次中东战争 也叫六日战争 总共6天 埃及叙利亚野门空军几乎被全灭 陆军丢灰旗甲 大片国土被以色列占领 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 包括老毛本人 所以呢 6月9号 周恩来找到那几个广州军区司令员 让他们停止 不要准备进攻香港了 但是你说 你要在香港干大事 这个准备工作 在几个广州 好 大片 我们来到 我们来到 广州